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们的这个生日啊 包括他们的出生地啊等等现在的一些关系 当中呢其实讲到了就是有关于李强的妻子跟这个政商关系的一些简要受到的妻子啊 因为跟李强的关系啊等等一系列跟这个上海的一些公司啊达成了一些合作的关系等等一些利益 包括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什么恒电集团的董事长啊包括袁通的董事长都拉出来了 其实吸引我的啊倒是他当中有一系列的问答 这个问答当中呢就说哎李强是如何把马云劝回中国的 还有这个李强为什么得到了李强为什么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说呢习近平啊因为他是李强女儿的干爹啊 李强的女儿是习近平的干女儿 还有说这个李强习近平为什么不是完全的信任李强呢 这个答案说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李强的妻子林桓跟马云 还有一些浙江的一些商人们走得太近了 还说呢为什么说中国总理李强他的家产有多少多少等等系列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找了很多信息看看这个信息来源到底是哪儿 是哪个媒体有了这个采访的信息的流露出来呢 还是人们编撞那些信息我目前没有看到相关的出处 也不知道这个采访到底是真是假 相关的信息是否可信 只是啊确实跟我们一样在互联网上今天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就是有关于李强的家人跟他的正常关系 这个对这些消息的真真假假很多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比如说李强夫人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他女儿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去查过也没有去问过别的人 但是有几点我可以讲我的这个判断 首先第一条 趁马云回去这纯述是虚告 因为马云呢 他的主要的企业 主要的资产 主要的关系在中国 他在国际上曾经有过一些影响力 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很厉害 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他的企业受到中国政府打压 原因当然有很多 有的你可以说是马云的高调 或者是马云的政治的想法 这种想法很多人也恨马云 在中国在全世界都这样 你只要成功了 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那么有些说法可能不是马云的意思 但是中央可能这么认为了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马云的企业 那么一个是是不是有冷断性的行为 还有一个是对中国的经营安全 有一些伤害 那么这些因素在一起 马云就是淡出了第一线的管理层 但是他到欧洲或者是到亚洲 这地方或者是回中国都没有人限制他 你就想一想 他的这个调查 或者是对企业的调查已经很长时间了 如果他真要跑 或者是不愿意回去 那么这个 他全也没用 全也没用 那么这个里面本身呢 根据我的判断了解 马云就第一 没有真正的边控 他出来了 那么呢 同时呢 他回去也不需要劝 他认为何时的时间 到了 或者是他自己的私人的需求 我就想回去一下 不存在一个 李强劝马云的这么一个说法 根据我的判断 第一个 这就是假的 假的 这个 这是最关键的一条 但是海外喊 这种说法多了去了 好像马云是 这个李强劝回去了 不会 不会 那您认为 这个说 李强为什么获得习近平的信任这个问答当中说 因为李强的女儿是习近平的干女儿 他们有这种干亲的关系 这个更是胡扯 更是胡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干部啊 他们平时后啊 交往的也不是那么很密切 但是偶尔密切的时候 看了这个小姑娘很可爱 这个男孩很可爱 而说啊 以后你就是干巴了 或者是有时候你就是我干女儿了 往往都是一说 就是一说 也许这么说过 也许没这么说过 我们根本不知道 但是呢 他要用这个李强和他的干女儿 一毛钱关系都不可能产生 因为李强不是说 从那个科长当个区长 或者是个县委书记 给他提拔一个什么职务 这个 有这种私人关系 可能一个帮助 李强是中国总理啊 中国的这个总理是无数人盯到这个位置啊 对吧 李强没有足够的资历 或者是足够的能力 或者是一个实在需要这么一个人 他怎么会用一个干额 才能得到重用呢 包括从浙江开始 到这个 后来这个 这个 习近平去了上海 去了北京 李强去了这个 这个江苏 都是李强达到一点级别之后的 一种安排 当然习近平 很欣赏和信任这个李强 因为李强在他 这个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 李强服务对他非常好 甚至说 他不回家 把这个 这个办公室后面就放一张床 就是随时就睡一下 省委书记叫我 我就马上去行动 这个 这个 这个不仅是李强是这样 很多当大总管的 大面的人 都是这么干的 当然李强的作风 得到了习近平非常好的欣赏 是肯定的 他不可能不喜欢李强 把他李强提拔了 但是因为干额得到提拔 纯硕是归程 纯硕是归程 不足信 还有就是说 这个文章当中啊 说习近平不信任李强 是因为李强从浙江开始 经营起来了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商业帝国吧 就是他跟他的妻子 认识了浙江商界的一些大佬 因为他们家族跟商界大佬的关系 所以习近平不信任他 这个也是不成立的 如果不信任怎么让他当总理呢 对吧 不信任怎么会把他安排到江苏省委书记呢 安排到上海书记呢 所以这个东西都不作信 这个李强的夫人我前面讲了 他名字我都不知道 对吧 但是你别的名字不知道 所以他有没有经商 我完全不知道 没错 他有没有挣钱 或者是怎么 怎么挣钱 你是看了文章 因为我没看文章 因为他挣了很多钱吗 说是八百到九百亿 这个我只能说是 纯硕是归归 纯硕是归归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这些年 干部的子女 或者是干部的夫人们 做过什么生意 做过什么事情 是完全可能的 挣那些钱早些年 但是最近几年 如果你一边还捞了这么多钱 一边你还要成为总理 那除非中央完全下了眼 除非习近平完全不知道 否则的话 这种情况断然不会产生 断然不会产生 所以这篇文章很长 对吧 很长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反正李强是中国的总理了 对吧 那么总理吧 什么事情大家讲一讲 在哪个国家都这样 谁先当名人呢 谁先当领导人呢 那么关于你的各种情况 可能被披露出来 那么也许有真的 也许有假的 但是我是根据你刚才提的 这个三个问题 我就判断 至少这篇文章 主观的部分 是捏造的 是捏造的 或者是想象的 或者是杜撞的 杜撞的 就是不可信 其他现在我就根本不知道了 其实很多期间也是关过到 他女儿啊 他女婿啊 等等一些营商的环境啊 他通过他的关系啊 政商关系打通了一个 很好的经济帝国等等一系列 其实 翻看李强的这篇所谓的网传 他个人家族的一些信息啊 跟你可以套用到任何中共领导人 他的这个家族的一些编撰的 一些杜撰的信息 对对对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领导人位高权重 家里面人开始通过他的权力 经营他们的商业帝国 对 跟什么政界人士商界人士打成一片 从而呢又引起了高层的不怀疑不稳定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猜忌 这在最近几年中国的这些官场的谣言当中 杜撰新闻当中 此起彼伏 你不能说中共高杠里面没有这种家庭 肯定是有的 或者是大家是可大可小 对吧 这些问题 但是具体涉及到李强 这个我也没有看那些东西 因为我没有辨识能力啊 他到夫人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他具体的故事我更不知道 但是你说在浙江他认识几个商人啊 或者是 太正常不顾 但是自己是不是敛财了 我觉得那是胆大包天 对吧 那你当然如果我们不敢想象 对吧 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是真的的话 我认为这个事情会继续的急救下去 如果这个事情就一个谣言 大家就是一笑此之 对 而且呢说到 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官员 他真的跟这些政商界的人士 有这些非法的利益往来 有这些非法的一些权利的输送 是否真的查处了 查处了之后你是否真的拿到出证据来 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都一直在诟病的 就是中国官方习近平的这个打老虎啊 打贪腐啊 抓这个官员那个官员 抓完了之后 永远都会他说 经济有问题 私人生活有问题 但是到了最后呢 就连你官方 你司法部门 你这个检察院 你公安局都拿不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来 对 我就觉得中国吧 最近几年 我大概批评了十几年 甚至更长时间 我不是跟大家一样的 好像我喜欢贪官 你们不喜欢贪官 我一样的也是不喜欢贪官 但是问题是 这些贪官没有得到正常的私发的辩护权利 我基本上就不太相信你们这些东西 怎么这些人在台上 你们头头是道的 道貌安然的 你们一下台被抓了以后 私生活啊 腐败 好像全部都来了 难道是抓出来的问题吗 还是说 很多的问题 你只是为了羞辱对方 对吧 从人格上彻底给否定 你竟然是搞成这个样子 你那个组织竟然那么可靠 那你为什么一级一级爬上来 从一个普通的职员爬到那么高的领导人 但是无数的省财啊 那说明整个机器是假的吗 你这个机器有问题吗 另外你这么犯大幅度的腐败 对吧 那当然一方面跟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有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这个体制有基本的问题 但是这个体制有问题也没关系 哪一个国家都是通过这种烂体制 一步步发展好的 但是你现在有一些基本的标准可以学习 第一 反腐败应该抓 第二 反腐败抓的里面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说你要经得起这个司法的和专业的考证 你要给他辩护的机会 对 这种文章关于李强这种文章名字也没有 当然可以理解了 怕这个 但是这种 他完全是根据 外界 可能认为是真的东西 来编这么一个故事 来通销 而恰恰第一句就错了 马云要李强回去 这个就是根本 但是海外很多人不了解官昌 更不了解现在真正的高层的基本的东西 所以就认为马云是劝回去的 马云 要送回他 不是很容易吗 他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 你以为是逃出来的 对吧 有人还编住各种各种各种 可能身边有什么什么 多少国安多少公安 监控谈 监控谈 那开什么 发现的都是马云的这个保安 对对 那个里面是不是有两个被安全部门释放了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 没错 这极有可能 但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具体来说的话 就是说这种谣言也好 谣言的文章也好 实际上呢 你中国政府来说 第一你如果是一开始看到任何有关于官员的这些负面信息啊 你就避而退之 或者说直接把他封杀掉 这会大大有损你这个防腐的心 这些谣言出来之后 你先不说他是不是谣言 如果一个真正的健康的一个司法体系和社会的话 有关于高官的谣言 哪怕是谣言 你首先你首先应该是一个司法当局 你应该来很正式的来调查 来证明这个谣言 他确实是谣言 这样才能够让民众信服 你包括刚才咱们说的 你反腐 你抓了一个贪官 你正正经经的把他的证据 全部都拿出来 公之于众 然后再来给大家一个评判的一个空间 这样的话既谣言也会慢慢的减少 第二个呢 谣言是谣言 谣言是谣言 老百姓呢 喜欢谣言是天性 你不要说中国真的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 美国有新闻自由 关于总统啊 各种各种传说 各种人物都有 这个是没有办法 你也解释不清楚 你除非是司法调查 但是你问题是 你司法调查是严肃的 这就不能开玩笑 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 一个官员同样是真的 就不见了 对吧 然后几个月以后就公布出来 他认罪了 所以就变成官方的辟谣 是最大的谣言 是啊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全部的信息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谢谢